有很多人看见我这辆车就开始发言说 我这是一辆改装车不能正常上路 那为了跟你们解释这件事呢 我特意的做了个模型 来带你们看一下 哎呦太胖了顿不下了 兄弟们看我把大门打开之后呢 里面的房子是一个独立的小房子 它也是独立的窗户门 做了一个保温性特别好的小房子啊 然后不是从这边这两扇门装进去的 我是从后面车后面这两扇大门 装进去的 把大门打开之后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拿出来啊 去出来 如果呢我把这小房子去出来之后 你们看见了吗 就是在这里边从后边这家去出来 这个只不过是一个缩小版啊 但是道理都一样 如果是你们把这个小房子 装到你们自己轿车的后备箱里边 然后我说你这是改装的上不了路 你们会怎么样 会怎么看我 会认为我是个傻子吧 甚至都不愿意搭理我对不对 这个小房子呢 是我自己做的 它的制作成本大概是一万块钱啊 最早呢 我是只花了8000多 后来我又更新了一些东西 一会给大家讲啊 现在差不多价值一万块钱 带大家去驾驶室里边看一下啊 这辆车呢 C1的驾照就可以开啊 因为它是一辆手动挡的 如果你们买自动挡的话 C2的驾照都可以开啊 来我现在把电源打开了啊 我们看一下价值一辆 看一下价值一表台啊 看不清吧 目前总共行驶了六万两千多公里 百公里的油耗是12.1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五个前进挡 一个刀挡 它不是那种高低速的那种重型的 我这就是一个轻载版的 发动机也比较小 所以相对来说也比较省油 我说实在的 我又不跑货运 我这小箱子 满大满孙 还不到一吨的 所以足够用了啊 并且相对于重载版的来说 它的自重也比较轻 不至于超载啊 来我们看一下里边的内饰啊 兄弟们 这边呢是卧室 我的这个小房子呢 特点就是保温性 还是可以的 可以说得上是冬天很暖和夏天很凉快啊 尤其是我的这个窗户跟门 你看这个窗户了吗 它都是双层的玻璃啊 双层的这个叫钢化玻璃 中间是真空的 还有一个纱窗 知道吗 有个夏天的时候防温营对吧 墙壁呢 我坐的是一个八公分的厚度 保温防火材质的啊 来兄弟们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我的这个卧室呢 还有一个独立的门 我把门关上之后呢 这个小房间就更小了 甭管是冬天用柴暖取暖 还是夏天开空调 炙热炙冷的速度就会更快了 你们看 这还有一个小的折叠桌 来个人什么的 里面 可以坐一个人 然后外面呢 也可以坐一个人 可以坐三个人 对吧 喝茶呀 或者是 逗逗地主 是不是很方便 我所说的 我这小房子的制作成本呢 一万块钱 是不包含电器啊 还有就是我的这个电源 还有发电的 如果都包含上的话 大概得三万块钱左右了啊 来大家看看 这是我的卫生间 它是可以洗热水澡的啊 可以洗淋浴 下面呢 是马桶 可以上厕所 然后你们看看 我这个刚才的卧室的门 关过来之后呢 它就成了卫生间的门了 也就是说一门两用 然后你上厕所的时候 把门插上 从外面就打不开了啊 再往后面看呢 是厨房的区域 上面呢 还有一个不锈钢的吊棍 来 看这边呢 这边是一个洗衣机 是个犬子洞的 这边呢 旁边是一个水池子 洗手洗菜用的啊 上面还有一个40升的冰箱 然后我们看一下门口这 这个是一个小的柴火炉 小壁炉啊 它是带烟罐的 看见了吗 所以它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安全的 另外我还装了 一氧化碳的报警器 来 我们再回到厨房看一下 下面呢是一个大烤箱啊 上面是燃气灶 兄弟们 如果你们也对这种 小房子的制作感兴趣的话 给我点点关注 辛苦大家给我点点赞 长安视频呢 还能免费的赞赏我 一朵小花 谢谢大家啊 我呢 每天晚上八点 一般都会开直播的 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 可以进我的直播间来 我们互动一下 跟大家相互交流一下 这方面的经验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 小的表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